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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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29日之前 将T4做好了 然后交给员工 因为员工可以开始报税 所以2月底除了赶着做T4、T5是忙碌之外 亦都有人忙碌做很多上市公司或者大的机构 他们有跟银行贷款的话 如果他们选择12月做连结 他们通常在连结之后 6至8个星期要将财务表准备好 所以2月亦是一个很忙碌 所以刚才听你一口气 原来难怪你一阵子这么忙碌 有些帮公司帮员收到 如果他们又要准备很多证件 就像刚才你说的 刚才你提到买这个RSP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刚才你提到今年3月2日 3月2日买这个RSP 但其实RSP有什么好处 其实不是一个绝对的好处 RSP是联邦政府为了帮助加拿大的税民 在工作的时间如何处备一些钱 是给了一些税务的优惠 让你在工作之年能够充足一些钱 留下退休之用 但有很多自顾人士 有很多收入或者他的事业 是精精日上的 30岁找多于40岁 40岁找多于30岁 50岁找多于40岁 当你自己知道60岁的时候 找多于50岁的钱 或者你65岁退休年龄 可能你的收入更高于50岁的时候 RSP就值得考虑 应不应该买 因为你每天拿出来 始终都要付税 在这个情形之下 拿出来要付税 很有可能自打嘴巴地 本来当年你只有10多万收入 你的RSP支行 你省了30或40个税 到你退休年龄的时候 你已经有退到20多万年薪的时候 拿出来迫着要付50个税 自己去惩罚自己 另外如果用RSP炒股票 赚到的钱 百分之百 拿出来的时候 当是那年的收入 但如果你用普通户口炒股票 赚到的钱 有一半 至少不用付税 所以用RSP这件事 希望听观众们 真的要跟他们的会计师 好好征信员 不要跟银行谈 银行那位是买RSP给你 但真真正的需不需要RSP 是你的会计师告诉你 我知道Ben 你一定不需要买RSP 因为你是越来越收入高 我知道 这个是大家 观众都有这样的同感 另外到三月底 亦都是所有公司要做一些 譬如说有些投资项目 有集体投资的 他们要做一些T3出来 信托基金 譬如说Metual Fund 那些要做那个 分了多少红给大家 要做个总结出来 如果有海外收租 有海外居民拥有加拿大物业 收到一些租金 或者我们加拿大人 给了一些收入海外的人士 投资收入 要做NR4 亦都是在3月31号之前做好 所以3月31号 亦都是一个很忙碌的时候 到4月31号 就是私人报税的截止期了 所有没有自雇的人士 都要在4月30号之前报好税 而所有加拿大的税民 如果你有欠政府的税 无论你报税的截止期 是何年何与何日 都一定要在4月30号之前 将你欠的税交给政府 交给政府之后 政府开始就不会收你利息 有部分自雇人士 他们的截止期报税 譬如做房地产经纪 或者做人事保险经纪 他们可以在6月15号 才报他的个人所得税 但是如果他欠税 政府就会由4月30号开始 跟他计算 他一定要在那天开始交税 他6月35号之前才报税 都不会说他迟报 因为在加拿大迟报税 首先是会将你应缴税款 分5% 是的 而且每个月分1% 所以你们尽量大家 希望可以准时报税 因为当你准时报税的时候 大家想像一下 加拿大二千多万税民 国民要报税 二千多万税 在同一时间 涌爆了我们税局的电脑的时候 税局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而且高速一些 有多个人手去和你平税 很尽快就拿到税表出来 但是如果你等到六七八九月 虽然认为我是退税 我不急 每次都不报 结果就是只剩下四个人上班 看两份税表 他们就慢慢和你研究一下 你的税表申报的项目 原来有这样的分别 其实我们都得到很多提示 所以大家记住 最后 打工的朋友 一定是4月30号之前 一定要报税 自雇人士 就算你是6月15日 但是你最早些报 其实是有好处的 很多不同的 说一下 刚才你说打工仔 又是自雇人士 还有很多不同的专业人士 他每一种不同人士 其实他报税 要留意些什么问题 首先很多人说 首先不要说 什么人要留意问题 有什么人需要报税 其实在加拿大说 任何人 现在这份税表叫福利 是Income Cost and Benefit 就是说你要拿福利 你就要補一份税 因为加拿大 现在特别有小孩 你收入低的时候 它是容许你 可以拿好多 譬如两个小孩 买几米牛禮金 如果你不报税 就没有了 还有如果你是一个新的移民 来这个国家 你一定要决定自己 哪一天来的人 你一定要申报那天 否则是没有人知道 你哪一天来这个国家 变成你没有了这个记录 还有有些人要做非居民 要离开加拿大 去其他国家 暂时性好 永久性也好 他一定要报税 因为要告诉加拿大政府 我已经在那天 离开了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 加拿大的税局 就不会再次去催促你 或者敦促你去报税 因为加拿大税局 有这样的权利 如果你不报税 你一直不开税 你不报税 趋劫你也不报 找不到你 政府可以自动去评税 就按照你过去平均的收入 就说你应该有这样的收入 而今年没有报 其实可能人早已离开了加拿大 国境在其他国家生活中 已经不需要给加拿大税 但你没有做这件事 是令到你添加烦恼 所以在加拿大来说 税好像一个无形的老虎 是需要你去面对处理 不要因为老虎将牙舞爪 你刚才问我 那个私人报税 自雇 或者是有做生意的收租 其实在我们的税表里 是全部包含所有每一个项目 所有观众 你们记住 你们的记录 应该最低限度 根据税例 是要收四年 根据加拿大公司法 是要保留七年 如果你真的要将你的单据 是要毁灭的话 你是需要跟加拿大税公说一声 我要毁灭这单据 如果你没有反应 就毁灭 但如果你要这样 跟政府去申请毁灭你的单据 我第一个就问你 为什么很急 趕着毁灭 是不是有些东西 一连一个信封都搜不到 好吗 还有一个问题 例如刚才 有一些接户不是加拿大人 可能他们在加拿大投资了一些公司 拿花 然后租给人 他们想着我都不是加拿大人 其实需不需要去加拿大报税 所有人在加拿大 赚到加拿大收入的人 都要报税 除非你觉得 你是不需要跟政府拿回任何的税款 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在加拿大收租 根据加拿大的税法 就是说如果你收租 你收金的总收入的四分一就是税了 例如你在加拿大投资房地产 买了一个公司 你一个月有两千元租金收 税例就是说 你一定要将其中五百元 当是税交给政府 当你如果是一个外国居民 你在加拿大买楼 你买楼买了一百万出去 政府先问你拿二十五万的税 但如果你报税的话 你就可以 其实我每个月 你虽然收二千元租金 一年收二万四 其实管理费 地税 中介费 减减之后 我可能只有六千元租金 我没有赚到两万四 因为我有万八元开支 你每个月交了五百元税 一年交六千元税 难道我真的所有税 相等于我收入 政府没有那么贪婪 你只要肯报税 在4月30日之前 报税的话 你就可以将你的成本 新报下去 然后纯利的六千元 四分之一是税 即是一千五元才是税 你交六千元 政府便退回四千元给你 你一定要报税 才拿回四千元 你不报税拿不回 同样东西 如果你卖了一百万的 物业出去 如果你有成本是八十万的 你要报税 你要证明你的成本是八十万的 政府就会最后收你利润的百分之二十五是税 即是二十万的利润 只有五万元 他收你二十万 他会收你二十万给你 所以大家其实真的不要怕报税 以为报税就是给了很多钱 政府其实通过报税 反而可以得到你应得的一些 是很公平的 是很公平的 今天我们很开心的 请到梁文邦 就是许会计师 跟我们讲税务方面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其实怎么可以找到你呢 可以打我手提电话 416-543-1419 欢迎咨识 没错 一个好的会计师 其实真的帮了我们很多 所以大家记得 有什么税务的问题 亦都在盈光博见到 Ben Lange的联络电话 今天再次 谢谢我们的著名的 达许会计师 是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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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